放學樓 信義國小和仁愛國小的學童 依照行人耗製綠燈快速走過信義國小停車場外的斑馬線 到另外一頭的風雨走廊 並且紛紛和到現場會刊的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威打招呼 這種看起來順暢的情況 特別在上下學時間 就算沒有車輛進出停車場 也容易因為行人耗製紅綠燈管制 造成兩個學校2000多位學童和行人 塞在風雨走廊內 非常不方便 因此紛紛向議長童子威稱請反應 議長也特立在放學時間邀請基隆市政府交通處 教育處 警察局 交通隊 以及學校方面等相關單位人員辦理會堪 並且決議利用調整仁二路 以及愛六路兩個方向的行人紅綠燈 分別增減5秒鐘的秒差時間 來改善這個問題 我們因為仁愛跟信義兩校是屬於我們這個大校 那有非常多的學生 上下學階段大概都會至少有2000名學生在出入 又含家長老師等等 那是因為我們這個信義停車場開放以後 我們的這個交通的模式稍微有點改變 所以在這個接送上面就有一些不方便 包含安親班 所以我想這個秒數有多有家長陳情 尤其信義國小最近又在施工校門口的這個大樓 所以他們的這個動線有改變到仁二路137巷 就是後面那條巷子 那大家不太習慣 然後最近有很多家長陳情這個停車場出入秒數的問題 包括我們愛六路進來紅綠燈的秒數 然後造成上學或是下學的尖峰時刻堵塞 所以我們今天也非常感謝交通處處長親自前來我們做一個探討 然後包含我們警察局副局長 以及教育處科長等等都有來一起來討論 所以我們目前交通處先調整 初步調整各五秒紅綠燈 也就是說校門口這邊的五秒鐘 然後那邊的五秒鐘 這樣子的落差應該是會有一些效果 那我們在持續觀察 然後我們最終的目標就是學生安心家長放心 那這樣子的一個交通圓滿的狀態 那我們希望未來都是以行人優先來做為我們道路考量的設計 基隆市政府交通處方面表示 將立即調整秒差 並且觀察兩個禮拜左右改善後的成效 如果還有問題再來做適當的調整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我們要根本來架到 旁邊的售部 我們就在 我們就在 我們就在